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飞机发现了潜艇投下水雷 潜艇就基本完完了 现今最先进的前射防空导弹就是德国 法国 意大利加盟颜色的海神导弹系统了 是一款光纤制导弹 射程为15公里 可在水下60米以下点火 装备火箭柱推气 能使导弹快速推出水面 从搜索空中目标到击中目标 最多1分10秒就就可以完成 我们知道水下巴射导弹产生大量气泡 位置就容易暴露了 但由于这款导弹装备高速火箭柱推起 水下气泡到水面最少有5分钟左右 这就给潜艇提供了规律和逃离的机会 冰棍省速 这样新技术怎么会轻易透露呢 潜艇现在前射防空导弹技术不是十分成熟的情况下 和平年代面对反潜飞机肯定走为上策 应该是攻击敌方更重要的其他的武器装备 才能凸显大用处 暂时先下 数位强 关注我 欢迎评论点赞后续更多分享图片来自网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